Hello 大家好 我是Iris 塔罗仙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不同众活的声音 首先我们先来听听七轮的呼呼 首先大家会感受到七轮的声音都是不同的 但如果我们要用音质来衡量的话 它们不是七轮的声音 为何呢? 因为以前,是冷声多年前 其实是一些工艺来的 在宁国耳上,起码是阿山的位置上 所以很多师傅都会用传统的手艺去制作 所以变成就算是所谓的高门七轮的 结果它们只是由七轮的声音不同 而去组合一个套装 其次就是,为何会在宁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有些人可能会需求找一些古拨的东西 或者是叫老拨的东西 为何呢?因为以前是一些技术 以及一些物质的变化 为何呢? 石头在不同的时代 它的物理学质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它们制造这些拨的时候 声调都会有些不同的 我们试试听一下老拨的感觉 是否相计和刚才听的全门的拨是会有些不同呢? 但近期除了说全门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眼前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譬如我们普通的重拨 那些初入门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尺寸和声音都很方便 而且都很容易 我说全门之外 好多的尺寸